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3日星期日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推特上的中文圈过去两个月来遭到了大量色情诈骗账号的入侵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推特中文圈有一定影响力的用户都表示 这些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已经影响到了中文推特上的政治讨论 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民发言和浏览的积极性 自从5月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文政治圈的用户发现 色情内容不断出现在他们阅读的推文下方 不仅如此 几乎任何热门的中文推文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中文博主 发出的推文下都能看到这些色情内容 而张贴这些色情内容的账号都有推特的蓝钩认证 蓝钩用户每月需要付推特8美元 发出的贴文出现在评论区的顶端位置 并被推广给其他用户 而大量新出现的带蓝钩的色情账号 很快充斥了中文圈的几乎各个角落 不久 一些推特博主发布了来自匿名网民的字数 他们都表现了自己上了这些色情账号的当 被拍下照片 遭到账号背后人的威胁 这些账号背后的人是男性 他们勒索网民 要求他们支付数十万元人民币的高额赎金销灾 有网民称自己被诈骗了20万元人民币 美国之音记者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近期新出现的带蓝钩的色情账号 都要求网民在Telegram上联系他们 记者在Telegram上联系上了十几个色情账号 这些账号总是先询问记者的年龄和所在位置 接着他们会再询问几个个人问题 然后并提出约会的想法 记者同意后 这些账号会要求记者下载一个手机软件 不同账号给出的软件并不都相同 但他们都声称这些软件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视频 要记者浏览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 记者发现这些软件无法在手机的软件商店里找到 而是必须从账号给出的网页链接上下载并安装 除非记者安装软件 否则这些账号不愿意继续交谈 根据受害网民的说法 这些软件会获取用户的通讯录信息 供诈骗者使用 记者又伪装成一名已经被勒索 并同意支付首款的网民 再联系了几个账号 这些账号不再做任何伪装 在得知记者愿意付款后 直接开始商讨支付方式 一些账号要求记者给他们发送银行存款的截图 被记者拒绝 还有账号要求和记者视频聊天 以确认身份 也被记者拒绝 在与一个账号交流时 记者假装付不出要求的10万元人民币 该账号立刻抬价到20万 记者表示震惊后 该账号又抬价到30万 在与另一个账号交流时 记者同意与诈骗者在QQ上进行语言对话 这名诈骗者的QQ名叫孟孟小日常 头像是一名年轻女子 但语音拨通后 另一端传来的却是一名男子的凶狠的声音 当记者询问为何他的背景嘈杂 这名男子回答说 我这里有几千人呢 你以为干诈骗的人少啊 当记者表示不相信几千个人的说法后 该男子拉来了他身边两名男同事 与记者打招呼 中共官方今年早些时候 宣布破获了两起境外裸聊敲诈案 这两起案件的诈骗团伙 都位于缅甸北部 美国之音采访了三位在推特中文圈里 以谈论政治话题为主的博主们 居住在意大利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说 中文用户来到推特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地表达一些看法 推文下面的评论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自己不同的声音 但因为出现黄推的这种情况 你一打开之后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了 而且就算你发表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点赞 别人也看不见 都被黄推的图片给掩盖了 不久前 他在推特上曝光了 四情诈骗账号的诈骗方式 这引起了诈骗者的愤怒 很快他就收到了来自许多诈骗账号的恐吓信息 他说 他们告诉我说 井水不放河水 让我不要去碰他们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我是没办法扳倒他们的 他们说 我如果不把那条推文删掉的话 他们就集体举报我 让我的账号被炸掉或彻底消失 他透露 他的账号后来有段时间 的确无法在搜索结果中显示 但他不确定 这是否是诈骗账号集体举报他的结果 推特是目前少数没有受到北京审查影响的 有着大量活跃中文用户的大型社群平台 四情诈骗账号的泛滥 让一些人开始思考要不要转换平台 加州居民陶哥在推特上用叫做 强国反贼的账号评论中国政治 他同样遭到了社情诈骗账号的淹没 陶哥说 有一次他的推文下面的前十条回复 全都是色情推文 他打开其他推文阅读的时候 也常常满眼都是色情诈骗账号的回复 他说 其实我也动过至少十几次删推特跑路的想法 但最终还是没能下决心 转移到新的平台 意味着要重新建立社群和关系网 而且像脸书等一些平台对实名鼓励 也让他感到不适 马斯克收购推特后 做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策变动 包括不再限制中俄的官方账号内容的传播 并删除了国家附属媒体的标识 他允许用户购买认证蓝钩标识 也间接导致了如今中文圈色情诈骗账号泛滥的现象 前微博审查员如今在中国数字时代 记录并研究中共审查的刘立鹏说 现在的推特越来越像微博 色情诈骗账号占领评论区顶端位置的现象 让他想起微博上亲政府账号对评论区的统治 这跟微博上五毛喜地 五毛水军 漫账评论区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 可能他的目的不是舆论操控 但实际上效果跟舆论操控是一模一样的 20号 女版巴菲特方舟投资的创办人凯斯林伍德表示 由于发展中市场面临经济放缓 他的旗舰创新基金已经被中国风险敞口降到零 他已经退出了中国股票 并将投资组合整合到了特斯拉 币库 Roku和Zoom等他最喜欢的投资领域 他旗下的方舟创新ETF 管理着近90亿美元资产 方舟投资者曾持有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股份 和房地产网页贝壳找房 伍德表示 他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 在2020年达到了总投资约25% 在北京开始通过打击超级富豪和科技行业来收紧对经济的控制后 他改变了对中国的市场 他特别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因为中国在经过十多年的快速扩张后 背负了大量债务 他说 他促成了大约15年两位数的实际GDP增长 这样的增长可以掩盖很多掩藏的问题 这些问题通常涉及债务 而且重要的是在房地产领域 我们确信相信中国正在面临着哪一天房地产市场被清算 方舟的ETF仍然持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的少量股份 但他已经甩掉了拼多多和腾讯的大量持股 到目前为止 他的旗舰基金今年表现出色 他持有的ARKK基金在2023年以来涨幅超过50% 因美联储升息 很多基金出现大幅亏损 21日 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劳勒 再次致信财政部长耶伦 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OS 对在美经营的中资炒股APP的国安风险展开调查 这是他继4月27日后第二次就此事联系耶伦 劳勒表示 他关注在美国经营的中资股票交易平台微牛 和富途旗下的MuMu 可能将美国人的财务数据暴露给中共的风险 这两家公司的总部都在中国受中共法律管辖 可能被迫与中共政府分享数据 他认为这对美国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并呼吁CF-IOS立即启动彻底的审查 此外 劳勒还提到了另一家与中共有关系的数字资产证券交易平台 普罗米休姆 这个平台已获得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金融业监管局的批准 他指出其与上海万象区块链有限公司和哈士奇数据资产有限公司的密切联系 并担心其数据保护措施不足以阻止万象或中共访问敏感信息和知识产 劳勒表示 美国人的金融数据和资产市场的完整性应该得到关注和对待 保护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人的信息安全 去年5月 5名联邦参议员也针对美国人的财务数据 可能已经或有可能通过微牛或富途旗下的穆姆 暴露给中共的可能性 致信证监会要求其调查 近年微牛和穆姆在美国迅速发展 吸引了许多美股散户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款主要面对美股散户 业务大部分在美国的金融科技软件总部就在中国 微牛的技术团队位于湖南 而其面向客户的经济业务位于纽约市 近日黑客迁入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 及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的电邮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日表示 初步调查显示这次黑客攻击来自一个中共组织 我们将采取行动对那些执行此任务的人进行追责 20日中共黑客又对新兴的网络平台 干净世界发动了网络攻击 输出对法轮功的仇恨言论 当天法轮功续员在美国华盛顿DC 举行反迫害24周年集会游行之际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重申美国一直声援法轮功的承诺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也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最汉人听闻的人权践踏 并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 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然而就在新唐人电视台 在干净世界平台进行直播游行活动的过程中 新唐人频道的及时聊天室被恶意留言 与此同时 干净世界多个自媒体频道的留言区 同时受到数百个账号的攻击 被针对法轮功的恶意留言刷屏 这些恶意留言都是中文 平均不超过30字 就是大规模的针对法轮功诽谤 谩骂 侮辱等等 据干净世界技术人员介绍 这数百个用户几乎都是在短时间内集体注册的 而且在留言之外没有其他留言或发帖 留言内容基本是复制同样的几句话 初步认定其属于水军账号或机器人账号 干净世界发言人尼克·贾尼基说 这些恶意留言具有明显的人为组织和虚假特征 显示是定向攻击 干净世界正在调查这次攻击的来源 也将根据干净世界的社区指南处理散播仇恨和恶意内容的账号 时事评论员恒和表示 这正好是曝光中共邪恶的一个机会 中共派水军对被攻击人进行侮辱 实际上侮辱的是它自己 凸显了中共的无力感 美国政府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中共对西方国家支持法轮功就觉得非常无可奈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民众都认识到中共迫害的残酷 所以中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 和它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 每次中共的丑行都会使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 22日 今年的女卒世界杯小组赛再战四场 其中日本队五球大胜对手 丹麦队1比0立刻中国队 美国队和英格兰队也分别获得胜利 地组进行的一场比赛丹麦对阵中国队 两队的交锋直接关乎两队的出现前景 开场第八分钟 中国队22岁的小将张林彦在前场中路得球后 灵巧地缓过一名丹麦球员的防守 在禁区前沿满城远射 但角度太正 被丹麦门将克里斯腾森倒地扑住 第五十分钟 丹麦对斯伦森左路突破后船中 中国队后卫摇尾 投球解围没能顶远 此时中国队门将徐欢已经倒地 跟进的丹麦中场哈斯伯面对空门却将球顶高 第八十九分钟 丹麦队获得脚球 哈德将球咔向后点 无人盯防的旺斯高将球顶向门前 徐欢在丹麦球员赛维茨克的干扰下 没能阻挡来球 球飞入球门 凭借这一中场前的绝杀进球 丹麦队1比0战胜中国队 C组是前世界冠军日本队迎战赞比亚队 日本队5比0轻松战胜赞比亚队 在一组的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 未免冠军美国队轻松战胜世界杯新军越南队 越南队全场比赛没能完成一脚射球 在第组 欧洲冠军英格兰队面对洛驴海地队 不过海地队的反击给英格兰队带来不小威胁 英格兰队仅凭借第30分钟斯坦维的一粒点球 一球小胜对手 今天的新闻速递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